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其實光光一個小動作 就可以幫你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在美國研究 哈佛研究發現 它針對7000人研究 你只要每天多攝取 5公克的膳食纖維 5公克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有效降低 冠狀心臟病的發生的37% 那5公克纖維 你可能沒有什麼概念 那大家的拳頭可以幫我握起來 這樣的一份的蔬菜 一拳叫做 意思都是說 你可能每天多吃個 3到5份的蔬菜 你就可以有效的預防 這個不然你倒下去了 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那其實我們台灣 就大家在吃東西 都有所謂上班族恐怖四大天 晚上 便當店 麵店 素食店 早餐店 這些很多油 你會發現青菜含量是比較少 所以現在建議大家 如果說我們一般 像我們露營有吃便當 那便當的三個菜 你一定要有意識的 去選擇它都是青菜的 不要是說有什麼豆干 蛋 那個都不叫青菜 你可以選擇有黑的 紅的 像番茄 木耳 各種顏色的蔬菜 它都叫菜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上班族是去自助餐點的話 你可以有意識的多夾幾個菜 筍子 菠菜都很好 那如果是麵店的話 以前我們點麵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都是兩三個人 一起點一個燙青菜 其實這樣太可憐 真的不夠 你可以一個人就點一份燙青菜 那三四個人你就有三四盤 那至少你在每一餐都多一份的話 你就可以有效避免這種狀況 聽起來自助是火鍋 那個一個人吃火鍋是最健康的 其實是健康的 就汆燙 白水汆燙青菜的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介紹一道 叫做白芝麻的菠菜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一般來講 我們到底要什麼選擇好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你要吃起來軟軟滑滑或是脆脆的 其實都很適合 那我們上面撒一點白芝麻 白芝麻有很好的芝麻素 也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抗氧化 避免這些心血管疾病 市面上你看到很多的這些像是蒟蒻麵 你會覺得熱量好像很低 那一包蒟蒻麵大概只有50大卡 那就可能就拚命狂吃 可是我提醒大家 你在買東西的時候 除了看熱量之外 你還要看一下其他的營養標示 像是鈉就是一個會建議大家要看的標示 國民衛生署建議大家 其實鈉標準一天的攝取量是 不要超過2400毫克 也就是說換算於我們吃鹽的話 大概是6公克的鹽 看一下你家的鹽 那個一個小匙大概就是1克 所以一整天下來是不要超過 6小湯匙的這個鹽是比較健康 你比較不會有酸醬 大部分都超過了 對假設你是外食足的話 哇你隨便去外面 隨便吃個水餃吃個湯麵 什麼東西喝個湯 所以你一定會爆表 我這邊有一個25歲的小女生啊 然後她就來我的減肥門診 跟我說 欸醫師奇怪我好像這幾個月啊 我的腿越來越腫 腫得像蘿蔔一樣 那我就幫她看了一下她的腿 然後就是幫她壓下去 就發現其實壓下去之後 彈不太起來 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壓壓看你的腿 尤其是像你的膝蓋啊小腿啊 還有尤其是女生的腳踝 如果你壓下去彈不太起來 而且還有這種白白浮腫的狀況 那你很有可能是水腫型的肥胖喔 那其實像這個同學她懶 然後她壓下去 不是壓不下去 筋又緊 還夠不倒 對 那其實我們就是看她的腿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這三個月因為她想要減肥 想說剛出社會啊 又想要讓身材好一點 原本呢才52公斤 結果她就想說 我想要再減肥瘦到48公斤 結果她就聽信說 市面上那種零卡蒟蒻 零卡的這種零卡果凍 她就想說 那既然吃飯吃麵 好像麵包都會胖 那我就把所有的澱粉類食物 改成蒟蒻好了 結果你知道她怎麼吃嗎 她的蒟蒻是 麻辣蒟蒻麵 然後市售的那個蒟蒻 她就會沾一大堆什麼沙茶醬啦 然後調味包 那我曾經看她拿了一包 市售的這個蒟蒻麵給我看 結果我一看發現 她一整個就是麵在上調味包 她這樣一包的 那就已經超過2400毫克 而且疑問之下 她又是不喝水 那不喝水的話 身體其實鹽分它是代謝不掉 像美國哈佛研究發現 如果你長期吃很鹹 你是外食豬 你對甜食幾乎也沒有辦法控制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其實你吃這些鹹鹹的蒟蒻麵 鹹鹹的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好口渴 可是這個時候 通常大家都不會拿水來喝 因為怕有個迷思怕說 多喝水怕會更水腫 那其實這是非常錯誤的 那你可能就會想來一個清涼的 手搖多多綠之類的這些甜飲 結果喝下去反而熱量跟爆表 所以三個月之後她就胖了8公斤這樣 就整個下半身腫得跟大蘿蔔一樣 那其實我會給大家建議 如果呢你也是屬於這種水腫型肥胖的朋友 你可能不是真的胖 你只是虛胖而已 那這個時候第一個建議會是 你一定還是要多喝水 不要怕因為你是水腫而不喝水 因為我們身體有個機制呢 你是需要多喝水來稀釋血液的這些鈉鹽 所以多喝水來幫助鈉的這個排除 那另外我們也建議她多吃一些蔬果 因為蔬果含有一些高鉀 鉀的離子呢 可以幫助身體的鈉排掉 那我這個學生呢 他原本每個月都在泌尿道感染 他一天大概只有去上兩次小號而已 那尿都是非常生黃 可是經過開始喝水啦 而且我們還建議她就是說 你可以多按摩 多泡澡多按摩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 她就已經消腫五公斤了 就真的還蠻快 因為她就是那邊局部浮腫 那整個調整下來的話 就會其實她就已經回到比較正常的狀態 很可愛就有一個 也是二十八歲的很小女生 她就上網Google就想說 她六十公斤就是九座辦公室 然後在科技園區上班 然後就覺得其實這樣子已經胖 就是每天都吃油膩的便當 感覺就是很胖 所以她就去網路搜尋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瘦 然後她就聽到說 吃冬粉 大家有沒有試過吃冬粉減肥法 有人在說什麼吃冬粉取代 她就完全不吃什麼飯 也不吃麵 麵包也都拿走了 然後就天天她的中午就改成 是魷魚根冬粉 肉根冬粉 肉燥冬粉 對 不能講那些啦 就純冬粉 對 乾的冬粉 濕的冬粉 天天都是一堆冬粉 然後你知道冬粉有個特性是什麼 那就是吃冬粉 非常容易吸湯 所以我們叫她是 吸湯富有的大魔王 所以其實說你相對好像感覺 冬粉熱量好像很低 所以她這樣子連續吃三個月下來 其實就是體重一直往上飆 還重了五公斤 其實告訴大家 綠豆 紅豆 燕麥 這些等等 你以為它是豆類的東西 其實它是所謂的澱粉類 它是澱粉類 那什麼叫做蛋白質的豆類 其實是 這種才是富含高蛋白質的食物 那其實後來我們就建議說 你其實要吃澱粉 因為我們減重還是要吃澱粉 但是你一定要找 適合你的體質的聰明 吃澱粉 那我們就建議她說 你可以換成比較低GI 低升糖指數的澱粉 然後分量要有所限制 那市面上其實大家有聽過 什麼紫米啊 糯米啊 感覺好像她說 它不是像白飯那樣子的 精緻澱粉或是糙米等等 可是告訴大家 糯米它其實是一個 高升糖指數的 雖然說它含有一些 知戀澱粉 但是吃下去你的血糖 還是會快速升高 反而是很容易胖的 可是你如果改成像紫米 但紫米你括號要看的是 紫膳的那種黑膳稻米 是糙米的部分 紫膳糙米的部分 這種呢它相對的纖維含量比較高 那相對它的GI值就是比較低 是低升糖指數 那你也可以改出一些像是地瓜 但是一次就是一個拳頭大 然後你去搭配一些好的蛋白質 其實它三個月之後就慢慢的瘦下來 會建議大家不要放後再來杯拿鐵喔 因為你吃飽飯的時候就已經很飽了 以為說來個提升飲料 結果牛奶又這麼多 一大杯星巴克那種超大杯 又多了三四百卡 一天三倍 你就要再多了兩個便當的熱量 那你就一定會胖在肚子上 根據我們調查 上班族的冰箱啊零食櫃 其實最常出現的食物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尤其在冷凍櫃裡面 大家家裡冰箱有沒有 水餃 水餃是不是真的很方便 你回到家下班 不管多晚早餐啊 午餐啊晚餐啊 宵夜都想說 煮個水餃好像很健康對不對 可是其實我告訴大家 水餃呢它外面是澱粉皮 而且是精緻的澱粉 然後呢裡面的那個肉啊 你要看是什麼口味 比如說泡菜啦咖哩等等 或是原味 它其實裡面加了非常多的油 去攪那個肉 而且絞肉一定要越肥越好吃 所以告訴大家 這樣一顆小小的水餃 它有可能就是隱藏高油 一顆120大卡 這麼多 所以你換句話說 你來想 你如果今天回去吃個10顆水餃 還覺得不順口 再吃個20顆 然後再配碗酸辣湯 對 再配碗酸辣湯 全部都是像勾芡的這些精緻澱粉 那你看如果像外面 那個麥當勞素食店 一個雙層的大麥克的話 它才800卡 你吃20個水餃 就已經2000大卡了 而且幾乎全部都是油跟精緻的澱粉 它其實還是會有所謂的可可脂 可可脂它就是一個油脂類 那如果像高鮮蘇打 它的成分還有一個東西叫 棕櫚油 棕櫚油它也是富含所謂的飽和脂肪 所以說你其實 感覺吃高鮮蘇打巧克力沒問題 可是你一天吃掉好幾包的話 那都是隱藏的高油脂 大家會說 那營養師怎麼辦 我們好像隨便碰到什麼東西 都是很多的油 那這樣子難道就會一直胖下去嗎 其實今天來告訴大家一個高油脂克星 到底該怎麼吃呢 高麗菜絲跟洋蔥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高麗菜絲 像其實我們平常去吃炸豬排有沒有 我其實超喜歡去吃炸豬排 天但我大概一週只會去一次啦 因為畢竟油炸物還是不要吃過多 那你吃油炸物的同時 它不是有很多高麗菜絲 你可以無限續加嗎 那高麗菜裡面有含有豐富的膳食纖維質 那都可以幫你穩定血糖 幫助吸附油脂 也幫助這些油炸的東西排出 所以我建議大家食物還是要抓比例 譬如說我的方式就會是 你吃一口炸豬排 然後配兩口的高麗菜絲 那其實這樣相對來講 第一你飽的比較快 第二呢 你其實這些油脂也可以幫助代謝 那另外還有一個小paypal叫做洋蔥 洋蔥呢 其實它是吸附油脂的神器喔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它除了有高量的膳食纖維之外 它還有一些含流的化合物 抗氧化物 都可以幫助提升 你的新陳代謝跟抗氧化力 所以譬如說我也很喜歡去吃漢堡那些店 那我一定會說 老闆你的漢堡給我 我另外呢 我的洋蔥啊 還有番茄啦 還有那些生菜羅曼等等 你可以多給我一點 然後我額外不加那個什麼番茄醬 番茄醬其實裡面有很高的高果糖 玉米糖醬 那些全部都會讓你胖 所以你加一點黑胡椒粉 其實就可以 所以建議大家你在吃油炸的東西 或是說你有去鹹酥雞攤等等 你可以有意識的 或是烤肉攤 你可以有意識的 選一些蔬菜 像是洋蔥高麗菜絲 青椒黃椒 這些其實都是蠻好的選擇 那維生素B群 不少人把它視為是體力補給的萬靈丹 那其實B群有這麼神奇嗎 告訴大家 其實B群呢 是幫助我們代謝身體的三大營養素 包括你吃進去的 澱粉 糖類 電腦蛋白質 跟脂肪等等 那其實這些東西代謝完 你的精神就會相對的比較好 那其實告訴大家 B群呢 你只要四個小時 就會完全的代謝掉 所以當你補充 市售的維他命B群的時候 其實一次一顆就好 那其實建議大家 如果你平常在飲食當中 多攝取五穀根莖類 像是燕麥啊 還有另外一些像是 蛋白質奶蛋 魚肉豆類 還有深綠色的蔬菜 其實B群是不需要額外補充的喔 食安器皿這些重金屬的污染 其實問題層出不窮 那我們會建議 其實有平常 你可以多選擇一些好的食物 幫助我們腎臟排毒 那特別是選擇一些高纖維的食物 像是特別是一些 可溶性的膳食纖維 例如說像是黑木耳啊 綠花椰菜 玉米筍等等的這些食物 都可以每天的幫助我們腎臟做清理 另外呢 你還可以多選一些 富含高抗氧化營養素的蔬果 像是櫻桃啦 莓果類啊 葡萄等等的 那這些可以幫助我們腎臟清除一些自由基 也可以讓你的身體是變得更健康喔 有一個案例就是 我之前有一個血緣啦 減肥血緣 他胖到110公斤 是一個女生 然後我看他的飲食紀錄 詳細的去問他說 你到底三餐吃什麼 他就說我三餐 就是除了正餐之後 我一定要來個巧克力蛋糕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一定要吃這個巧克力蛋糕 因為他去檢驗發現有高血糖 血糖已經偏高了 而且他每個月都有一些泌尿道感染的問題 甚至呢 他去醫生求診 醫生跟他說 你這個已經有慢性的骨盆腔的發炎 所以已經都在吃抗生素 那他就跟我說 其實就是因為我其實還剛失戀 那之前我男朋友天天都會 就是買我最喜歡的巧克力蛋糕給我 所以說我每天就是 現在我已經不能夠打電話給他了 我就只能打電話給蛋糕店 請他送蛋糕給我 然後他就一定要吃 那我就當說 親愛的你還是要愛你自己 你真的好好瘦下來 你不用擔心沒有男人愛你好嗎 因為他真的長得還滿漂亮 結果其實幫他諮詢完隔天 他就後來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 營養師我晚上又失控了 我又吃那個巧克力蛋糕 但是我這次急性發炎 而且送到醫院去發現我的白血球 醫生說我的白血球過高 整個感染 而且引發高燒不退 然後我就隔天我就想說 我帶著那個就是水果啦花啦 或是一些 不允賺的蛋糕 好冷喔 結果呢 你知道我們那個住院 不是都有那個置物櫃嗎 然後一般可能就放衣服啊 盥洗衣服 結果我這樣打開看一下 碰 整個又是巧克力蛋糕一堆這樣子 就是了 我就說親愛的你不能再吃了 那你呢 我就拿出我準備好的黑巧克力 說你減少一點糖分 至少對你的狀況會有改善的 那後來其實慢慢 一兩個月慢慢浮倒 然後我們從黑巧克力蛋糕 改成巧克力 然後慢慢換成一些健康水果 一份兩份 欸 他現在已經瘦下來 回到80公斤就真的好很多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過敏嘛 那我這邊其實臨床發現呢 我們大家可能有塵滿過敏 還有食物過敏是大宗 那另外還有一些工作啦 情緒壓力睡不好 其實都可能會造成 你有這些慢性發炎的一些反應 所以我請各位呢 你可能平常就突然就 你會發現說 欸 我如果最近啊 特別容易打噴嚏啊 或是容易長疹子 或是有腸胃脹氣 我請你留意一下 那可能都是一個 慢性發炎過敏的一個反應 那至於從食物是可能比較簡單的 那大家知道常見的過敏的食物 有哪些嗎 可能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什麼 奶啊 牛奶 雞蛋啊 然後像剛剛講的膚質嘛 有可能小麥啊 燕麥這些都會過敏 還有常見的都是海鮮啊 蝦蟹等等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就是真的很特別 現在越來越多人竟然 吃素也會過敏 對 因為他會發現 其實對於奇異果啦 草莓啦 櫻桃啊 四季豆 甚至是綠花椰菜 都會引發過敏的反應 那其實現在醫院診所 都會有一些腹射 你可以去驗你的全食物過敏源 那可以知道 那我這邊有一個 就是名媛的少女啊 她其實就還蠻瘦的 大概只有42公斤 那她來找我 我看到她也嚇一跳說 欸 你是要來減重的嗎 不然怎麼會來找我 她說其實是營養師 我是常常一直起瘋整塊 她就說她兩年以前 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兩年 我天天就是每個月 都要去打那些什麼 抗生素的類固醇啊 治療 她就說為什麼很奇怪 後來我去回顧她的飲食 然後幫她去做 這個過敏源的檢測 才發現她竟然對香菇過敏 對香菇跟奇異果是過敏的 她就說我每天崇尚要瑜伽 我想要瘦 我完全不運動 讓我做瑜伽 然後吃素 結果沒想到她去測 那個過敏源IgE 是比一般人 就是爆了一千倍都上萬的 這個素質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說 你其實可以 除了去驗過敏源之外 你可以回顧你的飲食 你可以試著說 每個禮拜去換一下你的飲食 比如說你每天都吃奇異果 你下個禮拜就說 那我這個禮拜 我不要買奇異果 我可以改買別的 可能是香蕉或什麼的 你去看你的症狀 有沒有好一點 那這樣子比較是 治根本的一個方法 剛剛瑞君講到 這樣的薑黃嘛 那大家知道薑黃是 我們最常見的食物是什麼 就是補印度的咖哩 咖哩呢 其實主要一個成分是薑黃 那其實在印度來說 他們說 在臨床上面會說 幫你代謝循環 他們都是用薑黃來 因為它裡面有很高的抗氧化啦 又幫助血液循環 是真的是蠻好的 那其實平常呢 我們如果你平常飲食的時候 像我其實極度愛吃咖哩 你知道嗎 可是如果說吃咖哩 就一定要配白飯 或是說我個人最愛的一個東西 叫做月見咖哩烏龍麵 那你可能一次吃 為了要補薑黃素 結果你又吃到烏龍麵 然後又吃到一堆鉤 奶油 蔡北粉等等 那你反而代謝會更差 身體是更沒有辦法排出 這些毒素的 那剛剛有講到說 那個紅薑黃的話 它的薑黃素呢 是其他的 像是秋薑黃 春薑黃是其他 就是紅薑黃 它是其他的薑黃裡面 薑黃素含量是最高的 這個部分 所以也可以幫你 要循環代謝是蠻好 那剛剛瑞俊有講到的 這個額茶素的部分 講到綠茶呢 大家其實有聽過 那我們女生很愛美 你想要抗氧化 可能會去敷什麼面膜嘛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吃的會比你敷進去 是更有效的 那其實像這樣的一個 額茶萃取 你不用擔心會睡不著啦 那它已經去掉一些咖啡因了 所以其實可以幫助 腸道的蠕動也都蠻好 而且天然的膳食纖維 礦物質都是天然的去補充 那我會建議其實大家 如果你常常會有一些 便秘的問題 因為學員大概女生 十個都有八個 有便秘的問題 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喝水 吃健康的蔬果 另外呢 你還可以搭一些 額茶素啊 薑黃素等等的一些補充品 來幫忙 都可以幫助改善 那我那個學員的案例是 他真的是連續便秘 就是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他跟我說他連續 便秘30天 30天 這樣還不誇張 對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喔 然後他走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老遠 就打開我的門 我就聞到一股糞便味 塞一股 然後他整個臉都是很蠟黃 就覺得怎麼一個好像 我看到明明病歷是20幾歲 為什麼走進來 像一個48歲的 然後肚子凸凸啊 還為他是孕婦耶 然後他才跟我說 我真的是蠻肚子大便 然後又長痘痘又辣黃 那後來真的 呼籲大家真的好好來飲食調整 運動也調整 那你可以補充一些 額茶素啊 薑黃素都可以幫你流汗 這些都可以促進代謝 根據我們台灣醫學會 睡眠醫學會發現 就是說一般失眠的人 大概有四成 但是隱形失眠的人 有高達七成 換句話說就是 在我們這邊有十幾個人 大概有七到八個人 你隨便看你旁邊他幾乎都是有睡不好 失眠的問題 那我們在營養門診期也常常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說 欸營養師我是不是有可以吃什麼東西 或做什麼事情可以幫助我入睡 我不想長期靠安眠藥 因為會越吃越重 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都會建議他們說 欸你可以啊 就是說你在睡前呢 你想要補充一些食物是可以 因為有些人是餓到睡不著 或是說半夜你睡了兩三個小時之後醒來 欸突然就覺得肚子餓 這樣的這種失眠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說 這個時候你可以來一個助眠神器 叫做毛豆 一定要記下來喔 毛豆含有豐富的蛋白質 可以幫助你穩定神經 又有好的一些蛋白質 那你一次大概就是吃四五個 一小把這樣其實反而可以幫助你入睡 另外呢像是黑芝麻白芝麻 跟一個你可以來一點豆漿 那黑芝麻白芝麻裡面都有鈣跟鎂 都可以平衡我們的神經 那你冬天熱熱的喝一個豆漿 其實你可以也會比較舒服 那也會好睡 那最後跟大家一個小撇步 這是我自己的助眠神器 登登 這個是老薑跟粗鹽 那我平常在家其實會有泡澡的習慣 那如果各位媽媽家裡你沒有浴缸的話 你也可以就是拿一個小水桶 把老薑好 把它切片 然後去煮水 然後呢你就是倒到我們的熱水裡面 四個像姜母鴨 對 今天要來進補一下 老薑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可以幫助你 它其實可以幫助你學循環 而且呢為什麼要泡澡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說白天 你可能真的太亢奮 自律神經失調 我們可以泡這個熱水 把所有的氣壓線 所以你的浴缸裡面可以切薑片進去 可以 可是要先煮過 不然太吸喔 意思就是因為老薑裡面的成分有薑稀油 你要去切片煮過之後 那個成分才會辣辣的才會出來 再把它丟進去 對 所以你可以大概煮個 1000cc到2000cc的水 然後把它倒在我們的熱水的浴缸裡面 薑水如果太麻煩 你可以去買市售這種薑的精油 那你就可以擠一點沐浴乳 然後滴在裡面 然後插在我們的腳 或是你說淋巴這些肚子 會幫助睡眠 對 是可以的喔 這些提供給大家 剛剛石層講的這個 它的成分其實有主要的是紅薑黃 那其實薑黃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薑黃在古硬度來講 就是說我們咖哩的成分 好像有這個薑黃 是十幾種香料其中之一 可是研究發現呢 補充一些薑黃素呢 可以幫助你提高你的新陳代謝率 然後其實對你的腹部肥胖 也是有幫助的喔 那其實像剛剛還說 有那個綠茶素的部分 蛾茶素的部分 蛾茶素呢 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腸道抗氧化 還可以使你排便順暢 對 因為我之前看日本有一個美魔女 她皮膚超好 然後就有人訪問她說 你都是用什麼東西保養品啊 她說我都用綠茶洗臉 是 所以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像我們出國啊 有些人會認廁所對不對 排便不順的時候 你就可以補充一些 蛾茶素加薑黃素 都可以幫助你體內代謝循環 而且呢 我們根據統計喔 像我的減肥門診裡面 10個肥胖的女生 大概有8個有便秘的情形 但是呢 我們如果讓她排便順暢之後 這些隱性肥胖的腹部脂肪 開始就慢慢消掉 是非常好 那像之前我的門診 有一個女生她28歲 她很誇張的是 她只要一便秘就水腫 所以呢 她其實會在她的公司 放一雙備用很大號的拖鞋 原本她只有穿36號 但是她10天沒有便 就是沒有排便的時候 她的腳會腫到 像要穿到38號的鞋 所以她的拖鞋是在那邊備用的 所以其實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想要補充一些 像薑黃素 蛾茶素 你可以在運動前去補充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流汗 新陳代謝 那剛說其實你搭配豆漿 建議大家不要運動前空腹去運動 就是說會建議你吃點東西 然後補充一些薑黃 綠茶 然後可以來個豆漿 小的地瓜 然後再去運動 那運動過後30分鐘內 你可以呢就是再補充一些好的蛋白質 那會讓你整個狀況比較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泡澡嘛 那泡澡前如果說你也可以補充一下 這樣的薑黃素 也可以讓你血液循環是更好的 都變冷了 我們有時候會想要來一鍋暖暖的火鍋 但是你知道嗎 你吃下一大鍋火鍋 其實大概會吃下去3000大卡的熱量 大概等於我們一天吃六餐的量喔 所以長期這樣吃下來 你一定會有一些變胖啦 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 但是呢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健康吃火鍋瘦身的喔 如果呢你改變一個食物的順序 像是呢我們可以先算一些青菜 豆腐 菇菌類 那吃完之後呢 你想要再吃一些海鮮 肉 魚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吃海鮮 肉 魚的時候 你要注意份量是菜比 蛋白質是2比1 那最後呢其實如果你還是吃不飽的話 還是可以來一些南瓜 玉米取代白飯 那這樣可以吃得更健康喔 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有很多孕婦是會便秘的 那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孕期我們都是要補充一些 所以有人說第二期 第三期開始 鐵就會缺乏 他就會自己去亂買市售的鐵劑來補 結果沒想到 孕婦本來賀爾蒙變化 就已經很容易便秘的問題 一吃了鐵劑真的 那整個情緒壓力是大崩潰 那怎麼辦呢 又缺鐵 他吃了他本來就便秘了 那這女生太慘了吧 對 所以其實這樣的話 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輕微的孕婦瑜伽 然後搭配一些食物食補 那簡單的一點點豬肝 你不敢吃豬肝的 你就可以用櫻桃啊 綠色食物也補一些葉酸 不是 其實豬肝不是不敢吃 只是一大崩要吃它們沒胃口 而且吃櫻桃也會便秘耶 如果櫻桃吃太多 對 不要吃太多 那另外我還有一個學員是 其實很多人都會吃食物 那不管是你外面買的食物飲 你會發現它其實裡面有含糖 它有加一些寡糖等等 因為讓它變成好喝 因為傳統食物其實是不好喝的 所以我有學員 他就除了旌旗那一週之外沒有喝 其他二十幾天都在喝 喝了一個月之後就中了兩公斤了 她說很誇張耶 她說不只喝一瓶 因為她想要趕快讓它順 就像剛皓然講的 也是會擔心就不順 她熱量很少 她熱量才22 沒有 她很怕 她其實是會養成你的甜的口味的 對 她很怕 我覺得這是要注意的問題 來告訴大家 真的不要亂吃喔 那很多其實像維他命A跟E 如果你吃過多 反而會增加罹癌的風險 那另外呢 維生素這個B跟C 而且要告訴大家多吃是無效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那首先來講維他命A跟E 其實過去呢 在芬蘭他們政府有花一個 4300萬美金做一個長達8年的研究 他找了29000人 都是有吸菸的人 然後一組是讓他補充 就是維他命A跟E 另外一組是沒有 可是過了8年以後發現 有補充這些維他命的人 反而這個罹癌率是增加18% 而且心血管的罹患率 是增加50% 所以有吃不一定是好的 那提醒大家 維生素A跟E 其他都是所謂的 脂溶性的維生素 A、D、E 那其實像家吾 我們剛剛大家桌商的 我這麼多 可能你每一罐單獨吃 都是很安全 它都是在衛生署規定的 正確的劑量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同時吃4、5樣 它其實就爆了4、5倍 所以其實剛剛醫生講了 你可是很有可能爆到5、6倍 造成你 猛爆性肝炎 這些的問題 因為它是會沉寂的 那另外的話 B群跟C 我們都說 這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那會建議大家多食5億 多食5億是因為維生素B群 它是4小時就代謝掉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你不一定是說 真的一定要這麼高劑量 而是你可以選擇 低劑量分次補充 依你的需求補充 那當然還是像球員營養師講 我們還是平常你從一般飲食 多吃一些糙米 你就會有B群了 那A的部分 其實胡蘿蔔 有很多人其實吃了 你過多 其實皮膚都會變黃 那你額外再去補充 這些其實都是有危險 是 我的減重門子 前陣子就來了一個 42歲的大肚男 他大概110公斤左右 那你就看說 42歲好像還很年輕 他就跟我說 他平常其實已經有 三高拉 糖藥病等等 然後因為日夜顛倒 每天都熬夜 又不喜歡吃菜 然後他在跟我對話的同時 我其實一直聞到一個 很噁心的 像噴的一個味道 那其實身為營養師 我們是不能去管 他什麼美觀不美觀 但是我仔細看一下 他的牙齒 發現他竟然有 三分之二的牙 都黑黑爛爛的 我就問他說 那大哥你這個牙齒 你有沒有考慮去處理一下 可能要刷牙 或是說什麼 牙周病之類 你要去檢查 他就跟我說 營養師你不知道 我之前也有想要弄 我也不是為了美觀 但是牙醫師跟我說 弄這樣三分之二口牙齒 大概要花 一百三十萬 那我就也沒有那個經費 我就想說 好像也沒關係 可是我跟他說 大哥不行喔 你看你這個牙齒 咬下去都會痛 然後不舒服 所以你平常在消化 咀嚼跟分泌 胃液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所影響 所以造成你肚子也這麼大 飲食消化 也消化得不好 又不愛吃菜 所以你才會有這些 心血管的一些疾病 那就是這樣良心地 歸勸他之後 結果沒想到一個禮拜過後 我再聽到他的消息 是他太太打電話給我說 欸營養師 我那個老公 他半夜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急性了 就心肌梗塞 然後就送醫院 然後後來去了解 才發現 原來是因為 他的牙周細菌 沒有處理好 然後直接侵入 其實我們根據研究發現 牙周細菌在兩分鐘之內 就會達到你的心臟半毛 去做感染 所以他也剛好是營養不良 整個狀況不好又熬夜 所以半夜就引發急性 休克敗血症這些 然後去住院 後來開刀才緊急救回一命 那其實後來我才去了解說 其實他整個心臟狀況 也不是很好 就也有裝支架這些 然後我們就很良心地 跟他說 其實一般來講 你如果 所以你一定不是 不只是為了美觀 你還是為了你的健康 真的是要好好處理 孜然是印度料理 及新疆烤肉常用的調味料 其實你知道它竟然有暖胃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的功效喔 根據國外研究奇觀發現 每天補充3公克的孜然粉 你可以加在菜肴裡面 竟然可以有效地幫助身體 合成天然的植物固醇 可以有效地幫助降低膽固醇 幫助你的新陳代謝 還可以促進皮脂肪分解喔 現在冬天到囉 如果你想要來一點暖暖的馬鈴薯湯 不妨撒一點好的自然粉 可以幫助你的血液循環 我覺得女性朋友很棒的是 你真的讓你的每個月順順地來 你都可以把握 每次月經週期結束之後的 黃金瘦升期 因為那個時候代謝率會變好 可是我有個學生很可愛 他就想說 他Google網路都會說 聽說生理期怎麼吃甜食都不會胖 網路有這一說 真的有這樣子講 就是說你會完全代謝掉 所以說他變成在生理期的時候 他一天要吃四大片那種黑巧克力 感覺黑巧克力是不是感覺比較不胖 糖尿片都來了 告訴大家 那個一片也有500卡 所以你吃了四片 大概就等於 就是一整天 你吃三個便當的量 而且他還要喝兩碗紅豆湯 所以每次經期 他等於都腫了三公斤 然後就想說可以把握 就是之後經期完了 黃金瘦升期來努力 但是我告訴大家那三公斤 你一年下來結果他胖了26公斤 怎麼如何把握黃金瘦升期呢 第一個我會建議大家 你選一個比較好的早餐 比如說早餐你就可以選擇 無糖豆漿加上地瓜 然後再一些蔬果 這樣就一個很簡單 你就比起去吃什麼鐵板麵 或是那種素食店炸的東西 來得好 太多了 對 那你的中餐跟晚餐 你可以把握一個準則 叫做菜比肉是2比1 就是你盡量多夾一些菜 那目測菜比蛋白質 所謂蛋白質就是 豆腐啊 豆干啊 魚啊 肉 那目測起來 菜比肉啊 魚還要多的話 其實效果就會蠻好 那當然之前醫師有講過說 要多喝水 然後還有運動 那這邊提供大家一個 很簡單的運動 你只要每天把握 七分鐘的有氧 會喘的時間 其實在這個時候 會幫你能量代謝是加倍的喔 所以你可以簡單就是開合跳 或是說你可以去爬樓梯 爬往上就好爬個五六層 然後坐電梯下來 比較不會傷膝蓋 那把握每天七分鐘 然後搭配飲食 那這個生理期結束 你也可以瘦得很快 沒有傷心 要不然就走一萬步嘛 也可以的 對 對 請 curved 向彼 愛 愛 愛 我愛 愛